大家好,现在是2024年6月10日的早上10点半左右啊 我本来我早就要外出 今天要做这个业余流浪汉实习第二天啊 但是我现在迟迟无法出门 因为我发现隔壁啊隔壁陈董呢 他一直没有去上班啊 虽然今天是短午节不用上班 但是以往过节过过节日啊 他们都会全家出去玩啊 因为他都开着他的高级轿车呢 可以到处去玩 但很奇怪哦 今天他就一直在门口啊 一直在门口徘徊 不晓得在等什么人啊 为了预防万一啊 因为我在猜想 我昨天是不是送了一瓶 总统纪念酒给对面的药师娘 这件事情他们一定知道了 所以这个陈董就准备埋伏 埋伏在我家门前 只要我一开门 他就会出来怎样打招呼啊 早啊 早啊 你会不好意思吗 你如果见面了 你不好意思 昨天 因为我昨天送酒给药师娘的时候 他的儿子虽然陈董已经去上班了啦 但是他的儿子还没有去上班啊 他儿子就就出来到外面啊 然后有听到我跟药师娘在讲话 把我送送总统纪念酒给药师娘 这个他儿子都知道嘛 所以他儿子一定会跟他爸爸讲的啊 说那个隔壁吕先生啊 把那个送一瓶总统纪念酒给 给那个药师娘 因为很久 大概是三年前吧 我也曾经送一瓶香槟给陈董啊 当时我到美式大卖场Costco 买了一瓶香槟啊 我觉得那个香槟很漂亮啦 都是银白色做的 好像一瓶1600吧 那很漂亮 我就把它买回来 但其实我是很少在喝酒的啊 我就当做摆饰瓶啊 把它摆着 那因为陈董都常常送饼干啊 水果啦给我啊 我不好意思啊 我就有一次他又送水果给我 我就想说啊 人家常常送我们东西 我们也应该回送吧 我就我就回送那一瓶香槟给他 香槟送给他可能他食水自慰了 他现在又知道我有总统酒 然后我又送了一瓶给药师娘 他在我在猜啦 他在想说 我如果出去跟他相遇 我一定会不好意思 再把我剩下的那一瓶总统酒送给他 但是 陈董我要告诉你 这样 我可以等 在大的风浪 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啊 我已经从 我本来打算七点七点左右 我就要出去实习流浪汉 但是一直到现在十点半 我等到现在还不能出门 因为我怕我一出门就被他拦截 然后所谓见面三分情 搞不好你又不好意思又把那瓶总统酒送给他 所以我就在这边等 等到你走 等到你走 我就是可以等啊 在大的风浪 我可以等 但是我也想到说 我刚刚有去后门 有考虑说从后门走 从后门走 从后门走啊 你要上锁 但是我后来想说 不要啦 不要从后门走 怕养成习惯啊 你如果走后门 你走一次 搞不好会有走第二次 走后门啊 就是小人所为啊 我们君子不为吃 那个蔡远良 旺旺集团那个董事长 他不是说 人前人后 柯P啊 柯市长啊 都在 骂他 什么财团是刀叉吃人肉 然后那个旺旺集团 那个董事长姓蔡嘛 是不是叫蔡远良 什么的 他说 这个柯P啊 都走后门啊 他都从 从我的办公室的后门 走进来 所以记者完全不知道 人前人后 当柯P走大门的时候 都骂财团 骂得跟狗似的 结果 柯P竟然走后门 去跟财团 这个喜相逢啊 所以我对于走后门呢 并不喜欢啊 君子不为啊 所以虽然可以走后门 但我不走 我可以等啦 我可以等啦 其实 我人生 我人生到现在 可以说是 成功了 为什么能够成功 就是这个啊 我可以等啊 我真的可以等 我等到 我等到所有 我周遭的人 都倒下了 我觉得好奇怪 我等一直等 等到我周遭的人 都倒了 然后不是死了 不然就是生病 不然就是负债累累 我还是屹立不倒 我现在还可以继续等 还可以继续等 这个就是我的能耐 我昨天去搭公车 夜雨流浪汉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标题 夜雨流浪汉 永旧美女啊 因为我 我现在回想起昨天 昨天 其实 还有一位美女 跟我同车 当然本来 本来公车室有好多人 上上下下都有 到了在健康路跟健康 在成功大学那里 有一个看起来就像女大学生 绑着马尾 身高168左右 很漂亮的女孩子 她就上车了 在成功大学那里 小东路跟 小东路那附近 有一个 看起来像大学女生的女孩子上车 然后她就往后走 走到 离我大概是 离我只有两公尺而已 她就坐下来 然后这个司机 公车就一直开 本来车上还有两个 阿伯跟 跟她老婆 后来她们也下车了 然后一直开 开到 市政中心永华站 然后 她车子 那个女大学生就 就下车了 下车了 然后 这个司机又把公车往前开了 大概 十公尺 往前开十公尺 我本来以为说 她要继续开 没想到 她就把她 往前开十公尺 她就停下来了 然后 她就不晓得在那边干什么 然后 怎么 汽车引擎都熄灭了 然后我就 出声音 就像我昨天说过了 我就问说 请问 这是到总站了吗 然后那个司机 怎么还有人 我说司机你怎么了 你是中邪了 看得贵了 原来她不知道 那个女大生 下车之后 还有一个人 也就是说 她本来以为 车上最后只剩下一位女大生 而你要知道 后来那个公车是到了 很偏僻的 那个地方算是偏僻哦 因为 前面就是 前面就是运河啊 前面就是运河啊 虽然那个 前面一站 好像说是什么 永华 市政府站 但其实她停的地方是旁边是公园啊 公园啊 然后都没有人啊 然后公园前面就是运河嘛 旁边有一些建筑物但 感觉上没有什么人啊 啊你 她就 女孩子下车的地方就是 公园 公园的旁边 那个公园好像叫做228公园啊 好像是啊 我不晓得 哎我再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标题 也就是说 哎如果那个 司机是色狼 然后他把女孩子 再到那么偏僻的 228公园旁边 然后他要起色星 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不知道 车上还有一个流浪汉啊 当时他不知道 那如果说 他以为说车上只剩下那位 成大女大生 他要伸出狼爪 结果他走到一半 发现 女孩子前面两公尺 竟然有一个流浪汉 坐在那边 然后他 他就 就像他 吓到昨天吓得 吓呜OG 太久也有个男鲤 inverse 混蚌 然后 过th out 我那个时候看到他 手上 就拿着一把祕剩 哦 他想要去 对女孩子怎样 也不一定啊 然后我就怎样 去跟她扭打 把她的刀夺下来 永救美女 然后我叫美女 你赶快报警 这个社长司机 我已经把她抓住了 你赶快报警 然后警察就来了 然后新闻记者也来了 我就成为那个 报纸头条 业余流浪汉 永救美女 当然记者本来可能 可能会写正直 流浪汉永救美女 那我可能会给她更正 记者小姐 我目前只是业余的 我第一天实习 流浪汉的生活 所以我还不能成为正直 这对我来说 太抬举我了 我现在只是业余 请更正 然后你记者只好 按照我的要求 更正啊 标题更正成 业余流浪汉永救美女 搞不好是这样 只是没想到 那个男的司机 他没有起色心 他没有起色心 不然他可能就要造就 一位流浪汉英雄 他怎么不起色心呢 他怎么不起色心呢 这个司机难道是 那 他真正是很业余的 他真的很业余的 不举啦 扬威啦 什么话都可以拿来骂他啦 使我错失一个成名的机会 没关系 等一下 如果那个邻居陈董已经离开了 我在做第二天的流浪汉生涯实习 搞不好就有英雄救美的机会 一夕成名 我突然间想到 我昨天 要下车的时候 就问东问西 我说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运河 你要去跳水龄 我说不是啦 然后他就跟我说保重 保重 我说再见 他不跟我说再见 他就说顺行 意思就 人家在说 目送你去死 祝你一路顺风 一路顺行 然后我这时候问他说 这个公车是几号 你知道那个司机 竟然回答我什么吗 起死啦 起死啦 他竟然这样子回答我 我说什么 起死 七十啊 你说 有这么巧的吗 我就问他说 这个公车是几号 起死啦 他可能声音 我听起来有点听错 七十啊 我停诊 起死啦 起死啦 好像他真的叫我 赶快去跳台南运河 起死啦 差点就打架 差点打架事件就发生 你不跟我再见就好了 叫我一路顺风 然后我问你 问你公车几号 你还叫我起死啦 起死 不是啦 是七十号公车 七十啊 啊七十你念起来 七十啊 起死啦 真的音好像 我说韦哲哥哥 你也帮帮忙啊 公车什么号不取 你个取个七十号 七十号叫人起死的 起死七十 哦 好巧哦 好那 刚刚啊 我 我早上啊 就一边吃早餐 一边听那个 听节目啊 就提到那个韩信啊 说韩信 帮助刘邦 成帝 然后刘邦 曾经率领五十六万大军 占领了项羽的故乡捧城 结果上项羽大怒啊 率领三万大军 回宫 刘邦 五十六万大军 全军护没 而这期间 这个 刘邦 曾经 曾经叫这个 韩信 来救他 然后这个 这个 节目 节目的人 就说 哎 为什么五十六万大军 会被项羽打败三万 难道韩信没有在刘邦的阵营里面吗 韩信不是这个兵圣吗 不是这个天才 天才将领吗 这么会打仗的人 如果在刘邦的军队里面 怎么可能项羽能够以三万 打败五十六万大军 原来就是 韩信没有在 这五十六万大军里面 那 那我请问各位 那韩信到底在哪里 韩信到底在哪里 哎 你要知道哦 现在已经有很多出土的 秦国 春秋战国 那个秦国秦国出土的 竹简啊 已经证明 史玛 史玛千写的史记 很多都是跟史识 违背的 都不是史识啊 那历史学家也有考证说 其实史记 不是 不是全部都是司玛千写的 其中包括司玛千的儿子 还有史玛千的 雇佣的雇佣的文人 哦 他们努力接手 接手合作去写的啦 所以写出来的史记 很多都不是史识啊 像你看这个韩信跟刘邦的关系 韩信跟吕厚的关系 这个就写的不清不楚啊 为什么 刘邦率领五十六万联军 各路诸侯的联军五十六万 这么重要的战争 韩信怎么没有在 刘邦的军队里面啊 可要知道那个时候刘邦 那个时候韩信已经 已经是投靠刘邦了 韩信已经投靠刘邦了 那怎么 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你看到史记 你也发现 有两个人一直没有 没有被提到 各种西汉开国的战争中 几乎都被省略啊 略略一提而已啊 只偶尔提到那个就是什么 吕哲跟吕士之啊 这两个人是谁 这两个人是吕厚的哥哥跟弟弟啊 然后史记有记载的资料很少 但是有记载的都是关键啊 譬如说史记记载 呃吕厚的爸爸叫吕公 吕公 这个名字也很奇怪 怎么有人 有人的名字是用公 吕公的公 所以个人研判啊 这个吕公呢 这个不是真正的名字 而是一种尊称啊 也就是说吕厚的爸爸吕公 可能是皇祖哦 他是皇祖啦 所以才能够得到这种尊称 称为公啊 因为秦始皇他们真正的姓就是驴啊 双口驴 史记都语焉不详啊 史记提到说秦始皇有两个姓 可能的两个姓 一个是姓赵 一个是姓驴 那我已经说过了嘛 我的判断 从赵高指鹿为马 来判断呢 秦始皇真正的姓就是驴 因为指鹿为马 这个鹿啊 鹿的花音就是跟驴 驴的鼓音 驴的鼓音 花音就是鹿啊 不信你现在用台语来练那个驴 驴部尾的驴 也就是鹿啊 驴部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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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驴部的台语啊 这驴部尾 驴啊 就是鹿啊 指鹿为马 马 赵高 赵高 虽然姓赵 但其实有一些史学家也称赵高 叫马高 因为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姓赵 跟姓马 他们都是同样的 同样一家人啊 因为 赵瓜呢 赵国的一位大将叫赵瓜 赵普 赵普他曾经率军打败秦国的大军 然后赵王就很高兴就把赵普 赐姓为马 不是赐姓为马 就把一个叫做马的这个地方 送给了赵普啊 这个马这个地方呢 送给了赵普 所以大家都叫赵普 为马福君 马福君 所以 这个 姓赵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有时候姓马 有时候姓赵 所以 才会使学家 有时候称赵高为赵高 有时候称他为马高 就是 一种是对内 一种是对外 对外 对外就叫做马高 对内就叫做赵高 那指路为马的意思就是 赵高要试探这些文武百官啊 说 你们是 认为 现在的天下是旅家的 也就是路家的 路 路家的 还是 我们马家的 那你只要说 这个 这个就是路啊 因为他 赵高 前来的真的就是一条路啊 但是赵高就是要人家 硬是要 要说这个路 是马 也就是说 现在天下是 姓马的天下 也就是 马高的天下 也就是赵高的天下 不是旅家的天下 不是路家的天下 路家就是秦始皇的姓 所以我个人研判啊 这个旅后的爸爸 不会被人家尊称为 旅公呢 代表说 这个旅公就是皇族啊 所以才 才给一个公嘛 这个尊称嘛 而且你看哦 像 萧和 还有当地的太守 太守是二千旦的大官 太守是二千旦的大官 那个 史记 就有记载啊 说 那个太守 太守想要 娶那个 旅公的女儿 旅志啊 那个太守本来是要娶 旅志的 也就是后来的旅后 但是 这个 然后那个太守啊 还特地为旅公 旅公从 从那个贺责搬来 搬来这个 单线啊 那个应该叫 单单独的单啊 单把它唸成善啊 善线 旅公从贺责搬来善线呢 这个太守呢 哎 特 请客耶 你说 两千旦的大官 两千旦就是 就是 你可以直接上朝廷 面见秦始皇哦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两千旦以上的官员 才可以哦 两千旦以下的官员 是不能上朝的耶 然后你看这个两千旦的太守 这么大的官员 他竟然亲自哦 大摆宴席 开了席开摆桌啊 然后欢迎啊 为为这个旅公 举办千居千居的请客啊 流水洗洗开摆桌 只要是这个善线的名门好主啊 有头有脸的人都来都太守 都请他来吃饭吃吃喝喝 然后这个主题就是庆祝旅公千居来我们善线 成为我们善线的居民 是这样耶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旅公来头绝对不小啊 他一定是秦始皇皇主的 的这个就是皇主啊 不然你说一个能够面见秦始皇能够上朝的太守 两千旦大官怎么会对旅公那么好 当时史记史记在说旅公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你要知道耶 在古时候商人是没有地位的啊 商人只能穿白衣啊 你有钱你有钱有个屁用 你有钱又没有地位 不受人家尊敬 但是如果说旅公是有钱的商人 只是这样而已 太守不可能这么尊重他啦 不可能为了他还席开摆桌 当时的萧和 当时的萧和就是太守的秘书啊 太守的秘书 萧和亲自哦 亲自当在门口接待宾客的 的这个官的那个服务生耶 宵和啊 太守秘书呢 官阶那么大 那么大的 官位已经很大的太守 那的萧和 亲自当服务生 他就在那边监督大家 呃 收红包 然后签名 他就在那边呼 欢迎欢迎 哦 欢迎成员外 哦 欢迎王员外 哦 欢迎哦 这个别别的 别的地方 别的县 别的郡所来的太守 哦 欢迎张太守来到 哦 欢迎白太守来到 萧和就在门口做这种事情 可见这个女工来头真的不小 啊 个人研判啊 他就是秦始皇的皇族之一啊 哦 啊 萧和 萧和实际就 就说嘛 就说那个刘邦 哎 大摇大摆进来 哦 然后 人家就跟他要红包啊 那个 那边有登记 像现在也有嘛 你要去参加喜宴 你要去登记 啊你就要给红包啊 结果那个刘邦 刘邦 就没有红包 但是 流氓嘛 又没有钱啊 然后 就被挡下来啊 在 刘邦就在那边 大吵大闹啦 然后萧和就过来了嘛 萧和就过来说 哎 哎 对不起哦 先生 刘先生 这个 呃 当时 刘邦是庭长 庭长也就是 现在的分局的局长啊 哦 譬如说 呃 中山分局的 局 局长 哦 以前有一个叫方杨林嘛 中山分局局长 啊 中山分局局长刘邦 哦 要来 要来吃 这个 吃这个 酒席 哎 已经是当到局长了 中山分局局长 哎不能去耶 被挡下来耶 哦 被挡下来 你没有红包 搞不好 刘邦如果有红包 恐怕也不能进去啊 哦 也就是说你要进去参加 毕竟旅工是皇族之后嘛 你 你是皇族 你要来 参加这个喜宴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的啊 都是要有头有脸 哦 可能要关接几品以上才可以啊 当时刘邦只是分局局长 哎 这样分量好像还不够耶 哦 分量可能不够 所以他就在那边大吵大闹 哦 当然实际是说 说他没有带红包啦 没有钱啊 但我觉得不大可能吧 你当个分局局长不可能 穷到 穷到没有钱啊 不可能啊 原 可能的原因就是 刘邦虽然有带红包 有带钱 但是因为身份地位还不够高 所以就被挡下来了嘛 结果大吵大闹 然后萧河就把刘邦挡住 哦 在那边争论 哎 这个时候 呂公 听到了 就出来 哦 他不要出来就好了 他出来 因为他会看相嘛 说哎 这个 这个分局长 脸相太特殊了 将来可能会当皇帝哦 哎 就这样 因为有这个念头啊 错误的念头呢 就 就让 刘邦进去吃喜酒 哎 没想到刘邦看到呂后 看到呂智呢 哎 竟然 横刀夺爱啊 本来是太守 太守跟呂公说好的 太守就是要娶那个 呂后啊 就是要娶呂智啊 所以太守才会 这么对呂公这么好啊 哦 除了他们是皇祖以外 哦 又因为呂后 他想要漂亮嘛 呂后漂亮 他想要娶来当老婆 哦 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 哦 哎 哎 当然啦 你从太守想要娶女后 你就知道 呂公的身份地位 绝对不低啊 不然 哎 贵为太守 太守 是大官呢 他不会随便娶一个商 商家的 女儿当 当妻子 不可能啦 商人的地位很低啊 所以 呂公一定是皇祖啊 所以 这个太守才 才想要 娶到这个 皇祖的女儿 你看嘛 你看呂后的名字 也可以猜得出来 呂智 帝智的智啊 这个智又叫做帝智啊 帝智什么意思 皇帝的 皇帝 的智 也就是 皇祖啊 帝智 一般人 你不能 一般人 你不能随便 取名叫帝智耶 你不能用智 来当名字耶 你看 汉朝那个时候 除了女智的名字 是智以外 你有看到第二个人 名字是用智的吗 女孩子 不能耶 因为智再上去就是 就是凤凰了嘛 凤凰就是女皇啊 女皇后的老婆啊 那如果是皇家的女儿 女孩子 就是用智啊 比后皇再低 低一阶级的帝智啊 所以这个呂后 的名字 已经可以证明说 呂后家族就是皇族啊 也就是秦始皇的亲戚啊 我研判啊 呂公可能就是 秦始皇的兄弟啊 可能是这样啊 那这个呂智啊 你看秦始皇 秦始皇他们是鸟图腾嘛 他们是以鸟为图腾的嘛 所以这个呂后这个字呢 名字用鸟来命名的 也可以研判说 他们就是皇族啊 一般老百姓不可以啦 皇族秦始皇他们是鸟图腾的 那你一般的民间 你不能用鸟来命名耶 这是忌讳 换大换忌讳 但是呂智为什么可以用鸟来命名 因为他就是 他就是皇族啊 啊不然你看欺夫人 欺夫人 连他的名字叫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就只知道他叫欺夫人 啊呂智他的名字我们却知道 你别说因为他是刘邦的皇后啊 刘邦不是还有其他的老婆吗 其他的老婆 除了呂后的名字大家知道以外 诶真的其他人都没有名字耶 大家都不知道 连那个欺夫人 他那么爱的欺夫人 我们也不知道欺夫人到底叫什么 就欺夫人就这样而已啊 但是呂后却有名字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贵族嘛 他是皇族嘛 所以他才有名字啊 一般老百姓就没有嘛 就没有名字嘛 哦然后这个 嗯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史记的记载 有关于呂后的两个 呂后的哥哥跟 跟弟弟的史料相当的少 史记只有记载说 呂公看上刘邦 哦 然后呢就把他两个儿子的部队啊 呂 当时啊呂 呂士之跟呂 呂者是有部队的哦 史记司马迁也有记载 他说呂公就把 他两个儿子的部队交给刘邦指挥 哎 其实我们从这里也可以判断说 这个呂公一定是皇族吧 不然你一般人怎么可以有部队呢 一般老百姓是不可以有部队的啊 只有你是皇族 你才可能 你开 你才可能有那个私人的部队啊 因为你是皇族嘛 所以你才可以有私人的部队嘛 所以呂士之 呂者他才有私人的部队 在秦 在秦国还没有崩溃之前 他就有部队了 如果说他不是皇族 然后他拥有部队 那早就被这个太守派兵去把他抓起来了啊 说你要谋反你不然你怎么有私人部队 结果不是耶 太守是还想要娶 就和鞭公的女儿 结果这个 呂士之跟呂哲的部队就交给刘邦 刘邦就是以这两个兄弟 的部队起家的 所以你说这两个兄弟 重不重要 相当重要 那为什么实际都没有什么记载呢 第二次出现 出现这个记载 就是说 刘邦要攻入咸阳 然后跟吕哲会师 吕哲的部队 吕哲又出现了 在吕哲部队的帮助之下 就攻入三秦 灭了三秦 进入咸阳 为什么你要攻咸阳 必须靠吕哲的部队 很简单嘛 因为吕哲就是皇族啊 是不是咸阳成那个 秦国秦朝的守兵 他们都知道吕哲 吕哲的部队 吕哲就是秦始皇的兄弟 就是秦始皇的侄子嘛 那也就是说是皇族的人啊 那皇族的人要来 要进入咸阳 这个 你是皇族啊 所以我们当然就向你投降了嘛 所以为什么实际的记载 刘邦会这么轻而易举 没有发生任何战斗耶 就取胜了就进入咸阳了啊 然后如子英就投降了啊 为什么这么容易 连那个项羽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项羽本来 为什么那么放心 让刘邦先去咸阳 因为他认为说 你要进入咸阳城 不可能的啦 有秦朝还有三位大将 存于 存于什么 三个父姓啊 存于穷吧 还是什么 还有什么张涵啊 还有 还有一个谁 我忘记了 还有三个大将在守咸阳的 不可能那么容易攻下 但是 刘邦就是 轻轻松松就进去了啊 然后还约法三章耶 约法三章 不可以偷不可以抢不可以烧不可以杀 大家 这些士兵也都遵守了啊 为什么都遵守 因为那些士兵是 就是 吕哲 也就是秦始皇皇主的士兵嘛 他们 他们知道这是自己 自己国家的首都啊 当然不能烧不能抢啊 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刘邦的那些 起义军 他们是吕哲所带的 秦朝的士兵 只是因为 秦始皇 秦始皇是不是跟他的兄弟都不合 所以这个吕公 吕公其实是秦始皇的兄弟 但是对秦始皇 也是不满啊 所以不合啊 但是他毕竟是皇族嘛 所以 守贤阳的三位大将看到 秦始皇的 兄弟来了 当然就开城门啊 结果刘邦就这样 轻轻松松进入贤阳啊 但是史记 就写的很简略嘛 就是要把功劳都归给刘邦嘛 不然你们想想看 刘邦又不是神 他是 他也不是欧巴 他是 蓝炮比较 比较大 然后秦朝的老百姓看到一个流氓 一个只是中山分局 分局长 进来 大家就跪拜哦 跪拜一个中山分局局长 我投降 方仰邦哦 你们觉得可能吗 秦朝里面那些大将都上将 以现在来说就是上将 中将 然后上一个上将 譬如说蒋伟国上将 看到方仰邦 中山分局分局长来了 蒋伟国上将向他跪拜求饶 我投降 方仰邦你好行哦 你这位分局局长你好行 我向你投降 不可能吗 只有唯一的可能就是 当时带头的其实是吕哲啊 就是秦始皇的侄子啊 也是皇族的 他进来了 所以就这样进去显阳啊 这才是可能的真相 然后再来一次记载就是说 汉朝刘邦率领五十六万的大军 攻打蓬城 结果 向宇三万大军回宫 就把刘邦给打败了啦 然后这个时候刘邦 已经变成孤身寡人啊 然后跟韩信会合 这个时候韩信出现了 也就是说韩信没有在 没有在那五十六万大军里面 然后 然后他说的会合是怎样 他说实际记载 跟韩 跟那个 跟 吕哲 吕哲所带的部队 当时驻扎在 某个地方啊 跟吕哲会合 然后又跟韩信会合 所以说 我们可以研判啊 当时韩信就是在吕哲的军队里面啊 韩信其实是 吕哲的人 吕哲的部将啊 本来韩信是不是去投靠刘邦 然后刘邦 是不是没有重用他 然后吕哲就 韩信 韩信就逃跑了嘛 韩信逃跑了 然后谁去追他 萧和 萧和去追他 然后 再来 再来实际的记载就 有所隐瞒了啦 其实萧和后来追到韩信以后 韩信 韩信是到谁的部队去 是到旅者的部队去 而不是到韩 而不是到刘邦的部队去 你们 你们以事实来想 是不是这样比较合理 因为 你是从刘邦的部队 逃兵哦 以按照当时的 军队的纪律 你逃兵 回来 抓回来 就是砍头啊 连韩信也不能例外啊 不然 刘邦怎么带兵 哦 大家都会说 哎呀 韩信是逃兵耶 逃兵回来 还能当我们的元帅 指挥我们 那我们不服气 唯一合理的 处理方式 就是说 萧和去把 韩信 追回来 但是 没有回到 刘邦的部队 而是回到 旅者的部队 这样 这样 可以对士兵说什么 韩信不是逃兵 他是去 另外的一个 部队报到 也就是旅者的 他是去 去我们 友军旅者的部队报到 这样就可以了吧 可以啊 这样就可以啊 而萧和 萧和 当年就是 旅工的人嘛 他不是在那个 宴会上 在那边 当服务员嘛 所以其实萧和 萧和本来就是 跟旅工很好的人 所以萧和才会把 韩信带到 旅者那边嘛 旅工的儿子那边 所以我研判啊 这个 韩信跟旅者 旅士之 还有旅后 都是很 很要好的朋友啊 然后 韩信就一直 待在 旅者的部队里面 然后 其实 旅者跟旅士之部队 所打的仗呢 都被 司马迁 把他记成什么 都被把他记载成 韩信 打的仗啊 所以我们后来在史记上 所看到的 韩信 带兵 灭了 魏国 魏豹 灭了魏豹 又灭了 赵国 陈瑜 又灭了齐国 其实这些都是谁打的 都是旅士之跟旅者打的啦 啊 但是 因为当时韩信就在 旅士之跟旅者的部队里面啊 那 司马迁要把这两个人 要把旅士之跟旅者的事迹全部抹杀 当然这是刘邦下令的啦 刘邦 姓柳的皇帝下令的啦 就是要把旅后家族的功劳都抹杀 那旅士之旅者的功劳就全部要改在谁的身上 改在那个韩信啊 就都归给韩信啊 所以韩信就变成天才 天才军事专家 其实 其实韩信 你想也知道嘛 韩信当时有什么兵嘛 他没有兵啊 你看那个 刘邦是不是 趁着韩信跟张尔在睡觉 还在睡觉的时候 刘邦就 突然间把 韩信的 率印 兵符都把他抢走 这个史记也有记载嘛 所以当时韩信是没有兵权的 没有兵耶 因为那个兵权 印章啊 将印 率印 都已经被 刘邦抢走了 然后军队全部被 被这个 刘邦给带走了 然后史记不是有记载嘛 然后这个 韩信已经是都没有兵了 结果 刘邦还叫 叫韩信去 去打那个 齐果 然后 韩信旁边的 军师 宽通就说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兵了 你的兵权 被 被刘邦夺走了 然后 我们现在只有三千个 老弱 老弱 残兵 这样我们怎么可能 去 灭掉秦国啊 那灭掉齐果啊 齐果当时是大国耶 军队还有五十多万耶 你三千个老弱 残兵 怎么赢 但 韩信就是打赢了啊 你不会觉得 这好像是天荒夜谈 史记这样记载 你没有兵权 你的兵符 都被刘邦抢走了 你是 一个光棍将军 然后你还能够打败齐王 这 这太 太离谱了吧 哦 当然啦 史记有记载啊 史记说 韩信是怎么把 把这个军队召集来的 他说 只要有人去 去找 找来士兵 找到五个 就 有什么奖赏 找到十个就有什么奖赏 你以为真的这样就能够 把人找来 我觉得不大可能 真 唯一可能 真正可能的就是什么 吕哲跟吕士兹的军队 又来了啦 又来了 他们又来 又来 韩信 又找到他们啦 或者说 这个吕哲跟 吕哲跟吕士兹就是 负责打齐果的啦 这才比较合理嘛 那 史记为了要把吕哲跟吕士兹的功劳 全部抹杀掉 就说 刘邦其实是叫韩信去打齐果 其实不是啦 刘邦是叫 叫吕士兹跟吕士兹去打齐果啦 这样比较有 这样比较合理嘛 吕哲跟吕士兹 当时这两支军队 少说也有十万人 十万打五十万 这才比较可能吧 你要叫韩信一个都没有什么兵 没有什么 兵马的人 然后临时 你要召集 十万大军 不大可能啦 所以这个又是被司马其他 以前给掩盖掉的历史 所以说真正 真正 几乎打下 汉草江山的 其实就是吕士兹跟吕哲嘛 但是后来功劳都归给韩信了啊 然后后来韩信 韩信 是不是被抓 然后说 他被软禁在长安 然后跟这个吕后后来就用计杀了 韩信 你看这又是在造谣嘛 韩信是那么聪明的人 那么谨慎的人 如果说韩信真的那么会带兵 他会笨到说 那么容易就被刘邦 骗来长安软禁吗 不可能嘛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说 韩信当时跟吕后是相当要好 相当要好 因为 因为韩信一直都待在吕士兹 吕哲的军队里面 他们就是自己人嘛 所以吕后也是自己人啊 所以 吕后 吕后跟韩信说 你放心啊 你来长安 我会保护你的 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啊 吕后就一直保护着韩信 但是 最后还是被刘邦给杀了嘛 那刘邦当然把这个杀韩信的事情 嫁祸给吕后嘛 你们想想看嘛 那么聪明的韩信 他怎么会那么轻而易举的 放下兵权 放下兵马 从楚国那里就 乖乖的跟着刘邦回到长安 然后就被软禁 这不大可能啦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有吕后的保护 有吕后的保证 然后也真的 就是这样平安无事 但结果后来刘邦就是不守诺言嘛 刘邦 刘邦要杀韩信 意思就是要杀 吕哲跟 吕哲跟吕士兹啊 以时间来说 我没有注意去查啦 我猜啦 韩信被杀一定是在吕士兹跟吕哲被杀之后 那不是被杀病死啦 两个人都病死的 一个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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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病死啊 这两个兄弟都死了之后 韩信已经没有靠山了 也就是刘邦已经不怕了啦 你韩信你已经没有 你没有靠山了啦 我敢杀你啊 所以 刘邦在两个吕家 两个兄弟死了之后 韩信就被杀了嘛 但是这些部队都还 都还是吕家人的啊 很多 至少有十几万 都还是吕家人的啊 所以刘邦敢不敢对吕后怎样 不敢嘛 他还是不敢对吕后怎样 因为虽然吕家兄弟死了 但这些部队还是效忠吕后的嘛 所以 刘邦一直不敢对吕后怎样啊 这个 个人的研判啊 就死记都乱写一通啊 而出土的 秦朝的竹简也证明了 很多死记写的都是错误的啦 谢谢收看